看前面 謝謝 金融市長謝國良親自頒發獎勵金50萬元 勉勵亞運金牌選手余祥平 再接再厲成為青年學子的榜樣 也替我們金融爭光在亞運拿了一份金牌 那我首先也講就是說 感謝我們金融市議會的同議長 他也非常關心體育 他也特別提醒我 就是說祥平這樣的表現這麼好 那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有機會 來做一點鼓勵 好轉一遇這樣子 那我想我們就請教育處已經都規劃了 相關的內容大家也都了解 那就是希望祥平能夠成為青年人的榜樣 繼續鼓勵更多的金融的運動選手們 在亞運甚至未來在更多的賽事 都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績 那我們也會 不但就是說提供 該提供的獎勵以外 那天跟很多選手 會跟您報告報告 還有報告就是說 跟很多選手跟教練分享 對於選手們的未來的規劃 也是未來我們教育處在體育政策上 很重視的一環 涉及在基隆的籃球選手余祥平 在今年亞運賽事中 打破台灣籃球項目 60年金牌荒的紀錄 拿下金牌 市長謝國良特別指示教育處 演繹獎金辦法 頒發獎勵金50萬元 作為鼓勵之外 更是親自向余祥平的父母表達恭喜 當面聽取余祥平對於籃球經驗分享 頒利的成果就是 最後回合的家人 然後教練這些他們 就是自己在學習的地方 拿這個成績來 也讓基隆市看到了 在運動這一塊 有很大的幸福環節 希望今後來有更多優秀的人 才可以為我們更加 議會特別的關係 那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經過了討論後 決定頒50萬獎金 給祥平作為他獲得亞運金牌 這樣子的鼓勵 那不過我想如果未來有 類似的選手 在亞運一樣得到這樣的成績 我想我們一樣會比照 這樣子的一個獎金跟鼓勵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鼓勵 更多的選手們替基隆市 創造更好的成績 余祥平父母的職業是物理治療師 在亞運賽事全程陪伴 以行動力挺孩子 余祥平說未來希望能夠 波控回到家鄉指導學弟妹 為基隆培養在地優秀人才 盡一份心力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跟 那 有 這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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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